這個便利商店的炸肉塊 大家早安 今天是在京都的第二天 天氣非常非常的好 很好 昨天下雨下了一整天 逼得我拍了一支奇怪的片 那今天呢 好燙好燙 很燙 今天我們去京都 我們要去 紙園來 紙園 反正就是一個 很古色古香的地方 因為今天來這邊呢 我們就是要來穿和服體驗的 之前來京都的時候 原本有考慮過要穿 但是遇到大雨 所以沒穿 這次呢 就特別安排了一趟 要來這邊穿和服 這幾天天氣蠻好 是啊 不是 然後等一下呢 我會跟你們介紹一下 就是 我們在哪一間租 然後 因為我相信一定很多人跟我一樣 如果突然說要來租和服的話 會不知道在哪邊租 然後價格是多少 然後怎麼算 我們找的那一間呢 是有講中文的 它是資源中文的 然後 也在網路上先預約好的 它有 但是它沒有Line 它是用微信 所以如果你們要跟它預約的話 可能用微信會比較方便一點 這邊這一條呢 基本上 就有很多跟和服相關的店面了 那我們要去的那一家店 在那一條巷子裡面 順帶一提 它雖然恕罪 不過它今天有拍VLOG 就這間 花界 然後順便跟大家講一下 我們剛剛聊的路上突然遇到 突發性的下雪 下三秒那一種 可是還是很爽耶 沒看過雪 這家呢 交通花界 然後我們有4000EA 要來這邊租 對不起我好像好興奮 我看到水停不下來 進來之後你就會看到一個小小的櫃檯 填完資料之後 你就可以上去學你的服裝了 這裡好棒 這邊完全可以講中文 而且它是可以跟你聊天的 它中文超 就是超級正常 活潑 對 然後這邊現在有沒有先去五樓 南三樓 我剛剛有問了一下 就是沒其他客人的話 可能才可以拍攝挑選的過程 我盡量拍啦 這裡提供的和服款式真的非常的多 那它根據你的價位 跟你選擇的方案不一樣 會有不同的和服可以去做選擇 這個 這個啊 深色的 你有沒有拉出來BB卡 我會吃了這種 我也覺得好看 喔這個好看 我們就選這個 就這麼快 決定了嗎 瞬間 好 再來等一下問它挑什麼 嗯 和服選完之後 接下來要選的是身上的腰帶 還有綁繩 欸肉依 嗯 我覺得它拿的隨便拿的都比你拿的好看 哈哈哈哈 什麼的 這個感覺有綠色的感覺 深色的可以嗎 所以我要在這邊嗎 這個是裝在哪裡的 這個 哪個 放在上面的嗎 放在上面的 你這個它衣服也比較花 然後就袋子也比較花 推薦就這邊的像這種 那樣的一個下個去的 可是剛剛那紅的我覺得不錯帥 這個 看一下 好像真的快被吃掉了 看不太出來了 感覺那種太強烈的顏色都不能用 都可以挑嗎 嗯 這個不錯耶 放下去看一下 就這樣吧 這樣 然後等一下你估計還要再挑拖鞋 然後他們會有化妝 化妝 好 你穿過這種襪子 沒有 所以我剛剛穿的時候我覺得很奇特 感覺如何 感覺如何 就是 但是會也要穿是吧 對 我也要穿 太小裝了 我覺得太小裝了 好了 肉依的部分要挑完了 等一下換要挑我的男生的部分 所以就換肉依掌鏡 現在 現在是黑仔熊要挑 沒錯 他的和色系 輪到我了 我跟你講我覺得你是很色系 你已經決定好了是不是 太快了吧 你給不給挑啊 這照他的身高 我的身高是171 寫在這裡 但有看到紅色的 你是想要裡面穿紅色還是外面穿紅色 外面嗎 外面嗎 外面OK 那你選個裡面的衣服吧 然後外面那裡 裡面的衣服在哪裡 就是長的這種 這個是長的 反正就是以前的 喔 原來是這個樣子 所以是分開的 想要 等一下我這兩個看一下 這兩個選一個 我想想 你剛拿來咖啡是沒有弄是怎樣 我剛有拿咖啡嗎 有啊你剛第一個是拿咖啡色 是這樣嗎 對啊 我是成熟的大人 都是沉穩著深色 你現在看起來很像在當兵耶 為什麼 那我知道你看起來像在當兵 這是 我不想跟你說 哇 男生著重的部分很快就完成了 然後柔衣有加化妝跟髮妝的部分 所以可能還要再20分鐘 等一下我們來期待一下20分鐘後出來的柔衣會是什麼樣子 哇塞 你脖子是那個毛濃濃的 暖暖的 你準備SEDO你花了多久 一個小時 你有用什麼化妝 化妝 跟髮妝 髮型 哪一個是臨時加的 化妝是臨時加的 那你挑什麼 我看一下我看一下 你頭髮後面那個是加的嗎 沒有他就是叫我選一個視頻 然後我選完之後他又幫我另外插了兩個球 他額外另外幫你插上去的 然後我看一下你後面 後面綁那個很可愛 我看不到 我可以幫你拍 走走走 綠燈我們先走 他目前這樣穿起來的感覺如何 手很冷 好想戴手套 那你會有那個嗎 腰被束起來的感覺嗎 超級完全沒有吃東西 真的假的 很緊嗎 那你現在腳跨得開嗎 就可以這樣 我可能要這樣 哈哈 不要啦 不要啦 會嚇到人 我們現在先晃一晃 然後我會拍一些畫面 跟一些照片 所以晚一點 我再跟你們分享 就是這樣子穿搭 這樣子穿之後的感想 當然重點是 因為會主要想穿的都是女孩子 所以會讓柔衣分享多一點 出完和服之後 基本上這間店 只要在五點前來歸還就可以了 所以如果你來的時間早的話 除了在八板神社這一帶晃 你還可以跑遠一點 比如說像是清水寺等等的地方 不過要提醒的是這個狀態下 行動是有一點點不方便的 所以自己好好考慮一下吧 各位我們已經換完了拍了不少的照片 然後覺得非常非常的冷 現在時間已經離要還衣服的時間蠻接近的 所以我們決定要先去換衣服換回來 還完之後再跟你們分享一下 就是這樣子換下來我的感覺如何 當然也有他的感覺如何 好冷 不過目前我最擔心的是 他難得弄得這麼漂亮 然後如果比水流出來 就有點尷尬了 各位換變裝回來了 出來了 我先講結論 這一家 我可以給八、九分 大推 我先講一件事情 就是他的價格的部分 價格其實我不知道 因為我沒有去比價哪一 每一家多少 但是如果花一樣的錢的話 我是會願意來這一家 因為這一家 我應該拍到了 我剛剛在跳舞 我印象中男生女生的衣服 差不多就是這個價格 然後另外一個點是 裡面的人都會講中文 而且真的很熱情 很好聊 我剛才問他們要去吃什麼拉麵 馬上推薦給我 那那個幫你做髮妝 你覺得他們試什麼 試心啊 而且他 妝也畫得還不錯 那其實我現在已經整天了 他妝也畫得不錯 然後如果你們就是想要給他們化妝 你們也可以自己先上好粉底 就想要好給他接話就好 然後這裡是可以預定的 就是他有微信 有LINE 還有粉絲專頁 那他的粉絲專頁呢 我會放在下面的詳細資訊 我超級推薦 如果你們來京都想要穿和服的話 可以考慮 然後店名我看一下 再放一次啊 店名是這個 花件有沒有 然後店門口就長這個樣子 不知道為什麼還放了窮油兩個字 非常非常的棒好不好 推薦給大家 推不推 大推 好 好了各位那今天的和服體驗 就差不多到這邊結束了 呃 總共也有出一次Vlog 到時候你們可以去看 一樣我剪的 哈哈 要闡掉一下 然後我們現在要去吃他們吃的拉麵了 所以今天影片就到這邊結束了 呃 回日本前可能還會有排東西吧 我還有預計在想還有什麼可以分享給各位了 反正 繼續關注頻道 我們就會知道了 那麼下一次影片再見大家 掰掰 see you next time 掰掰 掰掰 不要跟自己的尾巴生氣啊